这个满脸青斑的丑女竟是一国公主 今天她要去见别国的皇帝 为了不让自己的脸下坏重来 她决定使用秘密武器 青莹正在为自己的丑脸发愁使 突然看到了桌上的面纱 有了这玩意不仅能撤住青斑 还有些油爆琵琶半遮面的美感 当她马车出来后 不只是皇兄 就连一旁的侍从都被惊艳到 于是皇兄带着她一起去了西宁皇宫 很快 北明大臣们齐刷刷的功后在宫门口 青莹的皇兄不愧是北约的太子 那味道简直勋的大臣们怀疑人生 青莹也是奇怪 她飞檐走壁都没事 怎么一坐马车就晕车 谁知就在这时 一只高头大马突然冲啊 眼瞅着就要将她采成肉浆 城乡荣岳突然冲出 将青莹救下 说是救人倒不如说是来占便宜的 更何况她带着青莹空中旋转的一步 让青莹再次恶心地呕吐起来 要知道荣岳可是深度洁癖后 这不是摆明了恶心她吗 皇兄赶忙将青莹抱在怀里 此时荣岳提太子一行周车劳顿 不如先到行宫休息一晚 明天再去面见西明皇帝 太子也是很懂礼数 先是谢过城乡对青莹的救命之恩 随后还为青莹的莽撞道歉 城乡表示不必延线 甚至还提出要请于一帮青莹诊治 这下青莹紧张极了 她这一脸的青斑不就露相 幸亏皇兄机制才拒绝了荣岳 可是刚刚回到行宫 青莹就赶忙要收拾东西跑路 侍女好奇 得问她要干嘛 青莹表示当然是逃跑 从刚刚皇兄的表现就能看出 她绝对是个老谋深算的人 如果被她看出青莹不是本尊 那青莹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谁知侍女听后 打死也不让她走 接着还告诉青莹 别看太子表面温和如玉 可自从青莹走丢后 她一怒之下就杀了个宫女